大家好,我是周老师 肾气不足是指中医中的一个概念 肾气是指肾经所化之气 它反映了肾的功能活动 对人体尤为重要 肾气不足的人 常常会腰衰背痛 头发早白,如今打产 腰腿乏力,闹夜有泡泡等等 如果肾气不足对健康极为不利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动作和一个穴位 对提高肾气非常有帮助 先给大家演示动作 双手攀足固肾气 我们先自然站立 可以双脚并拢 也可以与肩同宽 也可以略欢于肩 就看个人 然后我们把手放在后背 命门穴的位置 我们把呼吸调均匀 然后上身慢慢下腹 同时双手 跟随着下身的下腹 慢慢从大腿后侧 膀胱筋的走上 一直往下 当下到下不去了 我们就定住三秒 三,二,一 然后我们手要到小腿的正面 接下来我们上身之力 带动双手 慢慢的往上 然后双手 又放回到命门的位置 就这样重复 好 再继续重复 注意呼吸一定要保持均匀 它的要领是 缓慢 清油 做十五个 为一组 做完一组 可以休息 五到十分钟 然后再做第二组 做完第二组 再休息五到十分钟 再做第三组 一天做三组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双手攀足 顾肾器的动作 通过前驱 后身 刺激了人体脊柱 腰椎 肚脉 足太阳膀胱筋 命门穴 肾疏穴和腰阳关穴 并对肾脏 起到了牵引按摩作用 对提高肾器 非常好 另外一个 是提升圣气的穴位 这个穴位就是 太吸穴 它是圣经的圆穴 能知音益胜 上面我带大家 找到这个穴位 太吸穴 我们先找到 内怀 内怀肩 与脚跟肩 连线的终点 这个凹陷处 就是太吸穴 找到位置 我们用拇指指腹 力度适中的 按压住 然后选择点油 5到10分钟 左右穴都要做 脏腑好不好 往往反映于圆穴 如果肾气不足的人 点按到这个穴位 一般痛感比较明显 但是再痛也要坚持 油到不痛 圣经就可以得到疏通 以上两个动作 就是帮助我们提升肾气 长腰撞体的一个小方法 大家坚持做 就会有收益满满 好 本身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